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电影其实没有太引起更多的注意 这个概念跟不要抬头的概念类似 不要抬头的概念是在网上播出的 所以它也没有在公众影响很大 我不知道它在哪播出的 反正我自己是在网上看到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说这东西出现了 它却代表着一种隐喻 不要抬头是完全律师 就是完全皆是总结了 在大疫情的本身上和美国大选本身上 就是围绕美国政府跟大疫情本身上 它背后的因素缘由 那个演得非常好 它播得非常好 全是左派的 它获得了很多项的 很多的这个奥斯卡 今年的奥斯卡 所以它在3月28号 大给奥斯卡播 我不知道它能得多少奖 但是这是一个很有趣 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说民众中没有 我没看 当然我个人看见人也少 所以这是一个 那另外这Kinsman 3呢 缘起呢 就更不如像 你不要抬头那样的 没有人太多注意 当然我个人看过之后 它是对这场战争的 非常恰如其分的描写 那它电影的手法 跟这个 跟不要抬头类似 它比较荒谬 就是说 它既有真实的背景 又有非常荒谬 就是纯电影的手法 纯那个 你不要跟它去谈逻辑 说一定如何如何 没有 它完全是一种 夸张的因素在里面 但是呢 它揭示着理由 缘由背景 是非常真实的 如果你现在 如果按照我们 讲新闻的故事上说的 就像拜登 拜登很 大家知道已经就说 难以言表的那样呆迟 拜登讲全是真的 全是真的 它本不应该成为 就是说 谁也想象不出 美国总统是那样 它就是美国总统 所以它讲的话 你无论它怎么说 大脑有问题 呆迟 怎么样都不容易 都是真的 这电影就用了 这么个手法 就是说 你怎么看它都是 它就是个电影 而且完全是 这么硬拼接 根本中间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 它讲述都是真的 跟现在的战争 是一模一样 所以这是 我跟大家解释 这个故事 这个战争一模一样 比如说 战争的缘由的背后因素 那 普通人 几乎所有人 普通的民众 包括 高 包括官员 那 不知道事情 真相本身的 就是 国家的 最高权力者 权力者之下的 每一个人 都成为了这场游戏的受害者 每个人都把自己 放在正义的角度 但都没有 都没有正义可言 就是 它是这么一个 很有趣 很有趣 我眼睛里 我以为就是很有趣 很有趣的 这么一个东西 呃 这是 这是我们简单这么说了 跟大家分享这个 我能够拿到 比如说 这个 这个是一个 很有趣 这是 我们就从影片 最普世的概念 这是影片 最一开始的 那 这个人叫康纳 就是 Kinsman 牛精家族的 一个 一个 就是 他实际是个配角了 牛 牛精家族 公爵的 儿子 唯一的儿子 那 他是 在他爸爸的保护下 因为他妈妈死了 他爸爸保护下 绝对不能参战 一定要保护他 结果呢 他却满腔热忱的 一定为祖国参战 为英国参战 他是英国 为英国参战 从他不到18岁 到转到18岁 他竭尽最大 就是竭尽最大可能 然后 他爸也竭尽最大可能 去保护他 这是在 这整个故事在 发生的背景是 一次大战 所以 但是他完全是 一腔热血 完全是爱国青年 跟我们现在看到 在网上 我们看到的故事 完全是一样 那在网上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故事 就是 对乌克兰的支持 和乌克兰民众的 那种 抗争侵略者概念 就是 他身上表现的 淋漓尽致 完全 完全是那样的 一切是国家里 富汤导火 血肉之躯 为国争 为国家的 荣誉 为国家 这都是 所有这些词 你在对乌克兰上的 和乌克兰民众的 比如说 基辅市长 那 比如说包括 这个 左伦斯基 用这些词 他鼓动那些 普通的人 完全是一样 那最后呢 他 他以欺骗的手法 就是 他换了一个人名 还是最终 到了战场 然后立了战功 就只能叫立了战功 而他立了战功的故事呢 是为了揭秘事情的真相 而这揭秘事情的真相的本身呢 是让更多的 是为了让美国能够参战 就是 让战火打得更大 战火打得更大呢 才能使得英国得以幸存 所以 这就回到 这基本就让 英国得以幸存 结果在战争最终 就是对他而言 他即将获胜 知道事情真相 的那种 恳吉儿胜的时候 他意识到战争是可耻的 他才理解 他父亲讲那句话 说战争是真正真正 最可耻的 那个 人们不需要为国家 不应该为国家 以这样的方式去捐 捐去的 不是这个 不是所谓的 慷慨陈词 爱国如说 根本不是 所以在他 在他明北之后 然后把这个 把其中的一个德国人 在传递真相的一个德国人 带回到英国的阵营之后 结果他的同僚 他的英国的同僚 一枪把他打死了 把他打死了 说他是德国的特务 乌克兰现在在抓特务 真的 乌克兰在抓特务 俄罗斯也在抓特务 我看电影 他要看乌克兰抓特务的时候 觉得很悲剧的 这个 你看起来他没爆上 这是 爆出来的消息的本身 在反映那个社会环境的真实的意义 任何一个环境 只要一抓特务就完了 真的就完了 因为只要一抓特务 没有任何人彼此相信 他反映出真正背景 就是表面的一切是假的 他就被当特务打死了 所以Kinsman 牛津公爵呢 是在自己的儿子死了之后 才真正探讨如何结束战争 如何结束战争 所以这是给人们留下 他的结局 他的结局 就是今天乌克兰人民 跟俄罗斯人民 真正大多数人民的 真正的悲剧 非常恰如其分 人们这场战争 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 我以为这是非常悲剧的 第二个 这就是三个国王 这三个国王 那现在在这场战争当中呢 很难说是 这场战争应该是俄罗斯 乌克兰 和整个以美国 以美国跟北约为代表的第三方 所以是三个人 这三组人 这三个国王是表兄弟来的 是英国国王 德国国王 和这个俄国国王 沙皇 所以这是他们 之间相互猜疑 相互侵诈 相互猜疑 相互侵诈 从而诱发战争 而所有为国王效忠的国民 都充满了爱国主义 非常非常悲剧的 所以那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 今天的普京 今天的佐洛斯基 和今天的 以拜登 只能说以拜登为代表的 北约的西方当代 经营文明社会 那这三个 这三组人 有着三种不同的 使命和价值观 使命和价值观 所以他们之间 是有着一个根本性的冲突 当价值观冲突之后 他们就以这样的 以暴力的方式 就是各自以暴力的方式 要消灭对方 战争就爆发了 所以其实 当战争爆发之后 各自隶属的国民 就是隶属的老百姓 都透过自己的手段 去表达自己的合法性 这就是今天的信息战 所以我看电影 我觉得非常的悲哀 而有趣就这个电影 叫缘起 就是原因的缘 应该是 它一与双关的 揭示了现在的概念 揭示现在的概念 但是呢 在整个这些 在整个这里面的中心呢 是以英国跟俄国为中心 英国和俄国 英国国王跟俄国沙皇之间为中心 还跟现在就 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的 一种 一种 不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又是 又是这样 但是这三个国王本身 真正受制的 是这个镜头 一直是很黑的一个镜头 就是 这是我们知道 在这个高山 在真正的高山 在一个突山上 有这么一伙人 有这么 这伙人 来自于世界各地 他来自于世界各地 他们 想称霸全球 有其中一个寡头 想称霸全球 没有什么太恰当的 应该这张是 这张会清楚一点 这是 整个要称霸全球的 这么一个场面 这些人 来自于 因为他 他一直那个开会的 本身 会场都是这么黑暗 其实他在讲述的 就是今天的 我们通常说 深层政府 你叫大重制也成 深层政府也成 他们是 在表面上 在表面的社会环境中 都不是国王 但他们 所各国的国王 都要听他们的 就是 各国的首脑们 都要听他们的 因为太黑了 我就想找张好的 但恐怕是没有 应该是没有 所以他的概念 基本的概念是 我们还回到这 就这个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场面 我们就这么看了 因为太黑了 有朋友能够看到 这组人里面 其中最主要的人 一直没有露面 一直到最后 决战就是决斗的时候 才露面 他就是Morton 我们通 实际是呢 英国的 英国的军队当中的 就像军机处的 那么的人 他是个副官 英国的 最高军事指挥官的副官 他是最坏的 他是这个 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环境当中的 罪恶的背后的黑手 但他却掌控着 包括俄国 包括不同国家 甚至可以控制英 控制美国总统的 不同的势力的人 所以代表着今天的 我以为就是 这是战争 真正的背后原因 如果你一定对比今天 就像今天我们说的 深层政府 那你看到的是谁呢 比尔盖茨 索罗斯 比尔克 这个这个 希拉里 这个 犹太人 背后的犹太人 华尔街这些人 那 什么 洛斯 什么 柴尔 柴尔 柴尔斯德 柴尔 什么家族 大概 他其实讲的是这个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深层政府 那 里面如果你加上 犹太人呢 就 包括Facebook 谷歌 对吧 亚马逊 那 苹果 就是这样的 一批人 这一批人 就是我通常说的 在美国大选时 谁来 袒护着 保护 袒护着 拜登的 那 在 在大疫情当中 谁在 掩盖所有真相 去 进行 对打这儿的一切的 那种掩盖 跟维护 这是一批人 实际真正操动的是他们 他们早已 他们没有国界 他们早已超越了国界 比尔盖茨超越了国界 你用的 对吧 苹果 苹果 超越了国界 亚马逊 超越了国界 Twitter Facebook 谷歌 YouTube 要么现在用YouTube 他们在真正 罪异小说人 控制着一切 所以我们 我们提出来 我说不对吧 股票都不会 在这种情况下 股票还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黄金可以这样 石油可以这样 其实都是他们 所以大多数人 就是国家的行政机构的最高首脑 受控他们 如果你对比的话 比较典型 比如说乌克兰的人 乌克兰的总统 加拿大的总理 其实包括拜登 这样 都是受控于这个环境 这是真正罪恶的 在真正罪恶的里面呢 那边那是有 这是俄国的风僧 就出现 我们就顺着排序 就这么讲了 出现了一个俄国的风僧 这是影片中非常主角的 非常主角的一个人 那他呢 去控制了俄国的国王 控制了俄国的国王 那影片里是说 说他利用毒品控制了俄国的国王 我以为应该不是这个 不是毒品来的 他只是用了现在的手法 把它讲成是毒品 他就是是个邪灵 他的出场是总是以女人的概念出场 他是以女人的概念出场 他身边一定有这种妖艳的女人 所以这是邪灵的东西 我们节目中经常跟大家说 最后堕落真正恶的东西 他一定堕落在这种臭肉上 他是表现的 但他有本事 他是邪灵魔鬼式的东西 他有本事 所以整个影片里面 他是一个很主要的一台戏 那他控制了俄国的国王 然后呢 那kinsman就去刺杀他 刺杀他 在刺杀他的过程中 几乎险些失守 但他又被对于 他又被他的 因为那个kinsman本身 就是应该是这儿 不是这个 这是他们打斗的过程 这组镜头是他们打斗的过程 那 想给大家找到一个 一个比较准确的 就用这个吧 kinsman 牛精公爵带着儿子 带着他的 带着他的两个仆人 去刺杀他 本来是想毒死他 那结果名义上呢 是公爵因为腿伤了嘛 去找他去治腿 然后他就把 这个公爵的腿治好了 kinsman腿治好了 但是呢 在给他下毒 吃了那个杏仁蛋糕之后呢 没能毒死他 他具有这种 他具有五毒不侵的 通常说就五毒不侵的功夫 然后大家就动手干起来了 干起来之后呢 他可以 他很会跳舞 就是他的 他的剑法跟舞步 是使得当时的公爵 根本就无力抗争 那在结果在两个人到三个人联手 他们三个人联手的背景之下 公爵 公爵的儿子和他的黑人的仆人 联手之下 就把他给出手伤了 那伤他的呢 还是公爵的儿子 是公爵的儿子没有本事 但是呢 正是因为没有本事 所以在中间搭手的时候 在他不经心的时候 把他伤了 以为他死了 最后他没死 然后他从冰水里头跳出来 那最终是被另外一个女府 影片里的女府人 用枪把他打死了 所以事情是这么结束 那他的这个角色 就是讲述了 今天恶子势力的背后 是邪灵来的 而邪灵是透过阴邪之力的 就是男女的阴邪之力 他不是正的 但他的本事超过了一般的人 所以他可以能够给人治病 可以令人感觉 就是会得到人的好处 而人通常的人的功夫 是战胜不了他的 所以这是在影片里 非常重的一笔 他在描绘着 在今天的社会中 今天的左派势力中 我以为你可以把它对比成是 共产主义邪灵 他超过了一般的人 他超过了一般有形的生命 那共产主义邪灵 他因为是在俄国的概念的背景之下 在他死了之后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 那个最后背后的黑手呢 就找了列宁 他没有这段 就是他没有这个相应的影片 找来列宁 说你必须在俄罗斯 俄国发生革命 列宁呢 就领了这样的命令 领了这个命令之后 就跟那个老板说了 就说了 说我可以干 但你要给我创造一个右派 我是左派 你要给我创造一个右派 你必须有一个平衡 那才能使我得到生存 很有 就是说他里面很有趣很有趣的 所以邪灵是主要东西 杀过邪灵之后 结果民间出现了 他表面上 在俄罗斯就出现了革命 列宁在1917 列宁在1918 就出现了革命 所以这个影片的故事 就是围绕这么个概念 故事本身在走的 那然后接下来就 我们跟大家介绍 中间的中心人物 中心人物应该是这个诺顿 诺顿 我看有没有诺顿啊 在这儿有默顿 默顿 这是整个影片当中的真正背后的黑手 他表面是英国 英国 英国这个总司令的副官 那后来把英国总司令给炸死了 那他就在 他就完全就隐身了 所以他表面是英国的高层 实际是整个这个社会 就是整个人类社会 整个当时的家族社会的 战争的一切的罪 背后黑手就是他 所以在他的说法中 就是一个正脸 一个背脸 一个暗的 一个暗的 那他是整个世界的主子 就也 其实他就引述了 目的就是引述 你现在看到的比尔盖茨 索罗斯 基辛格 犹太人 他这个人就是 这个这个影片的引运 就非常 在我眼睛是非常有趣的 以这样的方式 在描绘着 在描绘着这种真实的故事 这就是 这是莫顿里面 在在在影片中描绘的 那这些人他代表什么呢 代表是这个 这是其中的一个 主要的镜头 主要的一个镜头 那其中一个 那个人应该是诺顿 我忘了这个是诺顿 是那个是诺顿 那他是英国的 以英国的绅士而出现 那只有英国的绅士 才会有建法 贵族中的建法 那他在这个 他在这个山坡 他是一个突出的山 跟大家看这个意思 他是这么个概念 他是这么个概念出来的 为什么 他们是真正人类社会当中 在他们眼睛 真正人类社会当中的贵族 他们真正 他高于地表 高于普通人 他任何一般的人 是接触不到他们的 上面是兵 兵来包围的一切 所以以这样 据说这个地方呢 有这么个地方 是苏格兰 据说是在苏格兰 所以他是这么个 描绘的方式出现 那极少数的 深层政府的背后的势力 是今天人类社会的主 他们是最顶层的人 他们不同于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跟他们接触不上 一般的人跟他们根本接触不上 他表面上 在他们真实的背景上 是与世隔绝的 但是在这种与世隔绝的故事当中呢 他又倾向于这种绅士跟贵族 索罗斯 比尔盖茨 你看到他们讲述的都是 都是这个道理 那你说比如说 这个加拿大的特鲁多 或者说乌克兰的 这个谁谁谁 或者是美国的福奇 他们只是前台的走足 列宁都是前台走足 其实是 他的隐喻有点是这种含义 就是这是前台走足 那在这个山坡上 他们过着贵族的生活 所以后来他 他在鄙视的过程中呢 莫顿输给了那个培恋的人 输给培恋的人 一扭俩他就把那培恋的人就给杀了 一见就给杀了 所以他不允许任何人战胜他 在任何环境上战胜他 那这是一个氛围 在这个氛围当中 里面有羊 这是山羊来的 那这个山羊里面呢 里头什么故事呢 就是这种山羊 它产生的开始面 就是羊绒了 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羊绒 最好最昂贵的羊绒 那其中这个女的 就这个黑 穿着黑衣服 这个女的 这是其中一个走卒 这个女人呢 曾经就进入了白宫 然后把当时白宫的总统 就以跳脱育的方式 然后拍了影片 就把她干掉了 所以影片里讲述的 美国人就是这样 白宫的故事到现在 依然是这种故事 无论是家族了 无论是这个 比尔克林顿了 还是今天的拜庚家族 就始终 自始始终是这个故事 对吧 这个我们不用多解释 所以是从那个女的身上 是她去把美国人给干掉 来拖住美国人 不能够坚持正义 可是这个女人呢 她带了一个 带了一个围巾 是Kashmir 带了这个围巾的Kashmir 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暴露自己身份 从而使得 从而使得 里面的公爵 就知道他们藏身之处了 所以为什么透过Kashmir 他们知道这个藏身之处呢 是因为只有这世界上 真正的豪华贵族之人 最有权势的人 才能用这样的毛巾 围巾 这种Kashmir的围巾 表示了今天 深层社会背景的这些人 他的最奢靡的生活 顶级的生活 那你就可以看看 你就可以看看亚马逊的老板 苹果的老板 Facebook的老板 对不对 你看看比尔盖茨的生活 所以这是表述 他里面的含义 就用这个方式去表述的 然后最后呢 就落在了这只山羊上 这电影都是这么拍的 落在这只山羊上 这只山羊呢 这群羊里面有一只头羊 在这个 在那个 俄国那个妖僧死了之后呢 被杀死之后呢 那个莫顿曾经一见 就把这只头羊的一只脚 就给砍了 砍了 然后这是影片 这现在看到是影片最后了 他我觉得他就一语双关了 影片里用的一个方式 是一语双关 他用了山羊 可是我们知道 在西方的宗教文化中 羊羊羔羔羊羊是代表神的 他反向用了山羊呢 去斩掉了山羊的一个基究呢 他是一种反向的比喻 有神性的一面 而那个人是灭绝神性的 是侮辱神性的 但他战胜不了神性 所以我眼睛里看到 他之所以用这个山羊 一面 山羊的羊龙 是世界上最贵的 他产生于这世界上很少的 这种山羊 那当然有神性的人 就是少数的 所以他高贵的 开什米尔高贵的羊毛 羊毛源自于他的神性 反过来 又是被这个魔鬼式的 真正背后的操控者呢 以任意的方式羞辱他 不就是今天的当代科技 精英文明吗 当代科技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些 以科学为中心的 背离神的人 但他们都以神性的角度 又去解释 从美国大选 到大疫情 到今天的战争 获胜者是他们 获胜者是他们 你可以把它解读成 今天的舆论的一切 所以我说这个电影 非常具有 非常有趣 那羊最后什么意思 最后在哪呢 在他这个图片里面有 最后的时候是公爵 牛津公爵被莫顿 几乎就杀掉了 就打到了 打到了这个山崖边上 在莫顿公爵 莫顿非常的骄傲 傲慢就说 你是绅士 对吧 你是英国皇室中 英国公爵中 最有名的剑客 你今天不过如此 我现在就可以杀掉你 就在这个坑井上 这只一只脚的山羊 就一下插在了 这个莫顿的 从后面插在了 莫顿的腿肚子上 一下给他插穿了 那莫顿 那遭到重创 一下就倒了 就倒到了 山崖的边上 所以 然后牛津公爵 一把就抓住了他 就等于是 莫顿罪恶的人 掉在了身体 掉在山崖下面 但是呢 这个牛津公爵 就抓住他 然后在这个时候 莫顿就说话 说你是公爵 你是英国最有名的绅士 你曾经发誓 永远不会杀人的 所以你得把我弄上去 你要不给我弄上去 你违反你的誓约 最邪恶的生命 以信仰誓约欺诈的方式 来欺诈所有的好人 跟今天的 跟今天的媒体 跟今天的 你知道 大家知道 所有这些左派媒体 一模一样 跟现在很多 包括看节目的朋友 去留言 看那种说法 欺诈的说法 一模一样 后来 那公爵呢 就一乐 他说 OK 他说 我可以跟你这么说 因为他是抓住他 他并没有亲手杀掉他 所以那我可以松手啊 我可没动刀 用剑杀了你 所以那 牛精公爵就说 说开玩笑 我不会守我这誓约的 我家就一撒手 那那个人就摔死了 影片就 影片电影就这么结束了 然后Kinsman就诞生了 所以这里面 最后我以为这只山羊 他表现了神性的一眼 那他最终战胜的 看到的是正义 是正义战胜了 但是呢 人间社会呢 依然就是俄罗斯出现了大革命 列宁在1918就成立了 那德国的国王公爵 整个皇室就被推翻了 那只剩下英国的国王了 然后英国的国王呢 就说就跟那个Kinsman说 没有你我就完了 还好我们英国留下了一个传统 还留下了一个传统东西 那影片就这么来的 那下面的人在欢呼 高兴欢呼 因为一战胜利了 欢呼 欢呼的背景之下 实际是 人们在真正的 人们在欢呼中 失去了生命的本来 没有人知道事情真相 就以这样的方式 英国人还以为自己的战胜了 还以为自己国家伟大了 其实打了一场最没有意义的战争 而这场没有意义的战争 却与人的观 与生命的认知直接相关 所以英国从此败落 美国从此起来 那英国败落结束的一切 其实是因为它背离了神明 然后原因就是 中间出现了邪灵 而这个邪灵 它隐喻在俄国身上 然后俄国就出现了革命 共产主义就出现了 结果今天这个故事化缘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